这一小节呢是补充的叫NP Complete 这个问题就是说呢 你知道什么叫NP呢 就是你的这个非确定的多项式时间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你要去解一个问题 然后呢 它呢 可不可以找到多项式时间 不知道 叫非确定性的 那这个演算法呢 基本上呢 这一种演算法 这一种问题呢 基本上呢 它的多项式时间演算法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 总延迟时间的多项式时间演算法 竟然不知道 所以呢 在工业工程里面呢 有非常多这种的问题 那我刚刚前面讲过呢 研究这种的呢 叫资讯工程 或是软体工程 那这个是一个定理 一样是来自于这一本 我们刚刚介绍给各位同学这一本 这个演算法的圣经书 定理代表证明哦 说如果任何的NP complete的问题 是多项式时间可以解 那么 NP complete的问题就会等于多项式时间演算法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找到一个多项式时间的演算法的最佳解 那么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密码的破解 比如说物流的问题 比如说生产排成的问题 比如说对不起 比如说去解决这个人的这个DNA的这个解码全部都可以 那一般而言大家不觉得这个找得到 但是问题是没有人可以证明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资讯工程非常重要的开放性问题 就是没有人知道答案 虽然已经投入几十年的研究 大家觉得应该是不可能 那这个跟你讲说呢 如果任意的NP呢 是不是多项式时间可以解的 那么 所有的NP complete的问题呢 都不是 时间 多项式时间可以解 缩写为PTS 所以这个逻辑就说呢 P则Q 非Q则非P 这什么意思 就说呢 P则Q 这个是Q 那如果非Q的意思就是说呢 它是多项式时间可以解 那么 这个就是非P 那么呢 所有的问题都是多项式时间可以解 那我刚才讲过的 应该是 找不到 但是没有人有办法证明 那如果你有办法证明 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 P到底怎么是NP 如果你有办法证明 有一个国外的基金会还提供100万的美金奖金给你 所以加权的总提早时间或者是延迟时间 这个是这个工业生产服务系统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是NP complete 那为什么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产品呢 太早生产完 因为呢 如果你在你的系统里面 如果呢 你提早太久 那你等待加工 你的产品呢 有可能会被污染 不管是非常要求纯度非常高的一些制药或者是半导体 都希望呢 都希望呢 你进入你这个产品的污染越少越好 好 那比如说加权呢 如果呢 你的延迟呢 是扣2分 然后提早呢 是扣1分 所以以这个例子而言呢 你呢 这个是你的流程时间 所以呢 你的延误时间就是你的流程时间 减料你的交期 然后大的数字 这个是-5 这个是0 所以取0 然后呢 你的交期呢 是7 然后你流程时间是2 所以你提早了5天 那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到 这个我们现在是考虑一个站 但是实际上呢 在你的生产系统中呢 可能好几站 所以这个提前时间 可以把它视为呢 在你的生产系统中的提早时间 好 你把每一张订单都算完 所以你的总提早时间 就是5 乘上你的1的加权 然后这个呢 延误时间是3 然后乘上你的加权 所以呢 你得到11 那这NP Complete的问题在于说 如果你的订单数目非常的多 比如你有3000张订单 找到最好的生产方式呢 最佳节呢 没有多像是时间 还是继续的问题 就别再试试一下